土冰糖炖柠檬的做法 俗话说 锅料腊八就是年 猴年里我们越来越尽量 新的一年 我们都希望家人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新的一年 我们都要美美的 今天的这道土冰糖炖柠檬 成品晶莹劈透 味道醇厚回甘 还有丰富的维丝 若能经常食用 可起到养颜美容 滋衣润肺的功效 冰糖胃肝 性贫 入肺 皮筋 有补中义气 和味润肺的功效 冰糖养育生筋 润肺止咳 对肺造咳嗽 干咳无痰 割痰代血都有很好的 辅助治疗作用 柠檬味酸肝 性贫 乳肝 味精 具有化痰止咳 生筋 健脾的功效 常用于暑热 咽喉盐 咳嗽痰多 小儿百日咳等症 柠檬还富含维生素丝 冰糖清热润肺 柠檬化痰止咳 二者合用 还能增大清热止咳的作用 菜谱中 我也会教大家一个如何挑起柠檬的方法 可要看仔细哦 柠檬两个 土冰糖265克 一柠檬用清水冲洗一下 二保鲜袋中放10克盐 三将柠檬放入 隔着保鲜袋用手搓 以去除表面蜡脂 四把沾满盐的柠檬用清水冲洗干净 五取一个干净的大盘子 把柠檬先切成厚片 再切块 并把盒剔除 六准备一个炖钟 不要放水 放进切好的柠檬块 漆铺上冰糖 用干净的手稍微压一压 扒盖上盖子 炖8小时左右 九我习惯晚上睡前炖 早上起来就炖好料 炖好的冰糖柠檬颜色是深褐色的 十把炖钟取出 待冰糖柠檬放凉后 装入热水消毒并控干水分的瓶子里 冰箱冷藏保存即可 十一杯子里剩适量的冰糖柠檬 十二加入温水冲开即可以享用 十三经过8个小时的微火慢炖 冰糖柠檬漂亮的琥珀色给人以温润的感觉 冰糖的清香柔和料柠檬特有的新色 被糖浆包裹住的柠檬块不仅保持料原有的风味 更有一种独特的口感 十四柠檬块嚼起来很有咬头 有点像荆棘糖的口感 挺好吃的 入口一开始会感觉有些许苦味和微色感 转而回甘 如果泡水五分钟以上 就会慢慢变软 一样可以吃 十五冰糖炖柠檬 百分之一百真材实料 天然纯正 绝无添加 一年四季老少皆宜 对于慢性支气管炎也有一定的改善作用 冰糖炖柠檬 美白消斑 润肠通便 清热润肺 化痰止咳 早上喝可以排毒 下午喝提醒解乏 晚上喝还能消炙 看 萌萌的小壶都对着冰糖柠檬垂涎欲逼 你们还在等什么呢 小窍门一 冰糖请用土冰糖 不要用单精冰糖 二 冰糖的量与处理过的柠檬块的量是一比一 三 密封放冰箱保存 一般可保存六个月左右 食用食用干净的小字小取 糖 啊 不能